那可能就有人会问我了 2024年今年的这个市场会怎么样呢 专家呢 想知道今年的房价是会涨还是会跌呢 想知道今年美国的经济会对房价有多大的影响呢 你还想知道全美的房价在这过去的20年以来 平均每年涨了多少吗 那这条视频呢我将会全部告诉你 而且是会用简单通俗易懂的方式 来去解释复杂的数据内容 无论你是想卖房还是买房 希望这条视频都能够对你有所帮助 我是Marie 在我的频道里面我会给大家分享 关于美国尤其是在加州硅谷的一些买卖房子的视频内容 以及分享我在加州的移民生活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以及给我频道点赞 首先呢我们来主要看一下宏观的这个经济指数 那看这个房价的走势呢我们主要有两个 第一个呢是看利率 第二个呢是看房子的这个上市的数量 以及这个供需关系 这张图呢就是说明了 2023年这一整年的利率的走势 从一开始的1月份的6.4 然后呢涨涨跌跌 涨涨跌跌 但是从6月份就开始猛涨了 涨到10月26号是高点是7.79% 然后呢就逐渐回落到年尾的6.61 那这张图呢就是Inflation的Consumer Price Index 这个CPI指数啊也就是证明了这个通货膨胀的这个指数 去年呢2022年 哦不对是前年了 22年的时候6月份呢是达到了9% 真的是很恐怖了 所以因此呢美联储才会加大这个加高利息 来从而试图去降低这个CPI指数 然后呢结果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效果是很明显的哈 一下呢这个CPI就回落到了 最近的只有接近3%到4%之间了 所以呢因此在去年2023年12月份 美联储呢就已经跟这个新闻的媒体啊 大家都看到了这个报道 就说呢在2024年呢 美联储预计会有三次的降息 所以这个降息信号呢就已经很明显了 我们再来看这张图呢 是1981年到23年的这个全美的这个基础利息哈 基础利率Federal Funds Interest Rate的一个走势 在81年1981年的时候呢 其实这个利息啊是20%了 非常非常高的一个一个一个利息 然后呢结果这个利息呢就一路走低 到了10年的时候呢 这个是因为是high tech pandemic boom 就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其实就是利息就是基本上为零了 大家还记得21年22年吗 那个利息是低的很可怕的 结果呢到最近就一路攀升 但其实这个总体来看哈 我们现在这个6%的利息在过去看来 其实是属于一个就是说不是特别特别最高的时候 最高的时候是在这儿呢81年哈 那真什么是正常的利息呢 正常利息我们来看应该是在4个percent 就是4到5个percent是属于正常利息的 那我们有望是在什么时候回到4%到5%呢 有可能在24年尾或者是25年 这个是专家预测的哈 那我刚刚也说过了 影响这个美国房价呢有两个因素 第一个呢是我们刚刚讲的利率 第二个因素呢就是房子的上市的数量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全美的房市上市数量 到底是什么情况 这张图呢是我们全美国从2017年到去年2023年 这几年来的这个全美上新的这个房子的 这个库存的数量哈 我们来看一下哈 从171819年都比较稳定的 因为呢这个2020年大家都知道 春天的时候呢这个pandemic来了 所以就影响了这个市场的这个上新 然后你们看到去年其实这个只是降到了 不到425万了 那这个里面呢其实因素有很多 主要呢可能是大家觉得这个利息太高 换房或者是卖房的话呢代价太大 所以整体来讲呢 这个库这个房子的上新的数量 是比过去18年19年呢 是低了差不多从500多万吧 低到了这个400多万 就减了差不多100万的这个上市的这个房子的数量 这个就说明那个什么问题呢 去年呢有很多人不解也跑来问我 之前大家盼望的利息上涨嘛 有可能这个房价可以降低很多 或者降低的就是说可以买个便宜的价格 那房子确实有便宜 可是呢是没有到达就是大家所希望的那个房子的价格 可能也就便宜了10%啊15% 20%是最多最多而且很少见的 那大家可能是觉得为什么这个房子的价格依然这么坚挺 我去年经常听到有人抱怨就是说 房子这个价格还可以 可是就是选择太少了 所以因此呢大家可能说去年的时候就没有看到喜欢的房子 那可能就有人会问我了 2024年今年的这个市场会怎么样呢 专家呢就会判断就是说今年的话是随着利息会下降 那买房跟卖房的人呢也会逐渐增多 那我自己在一线啊作为这个房地产一线的工作者 我每天都会看不同的房子 每个周末呢也会看open house 那最近这几周的这个观察下来呢 确实能感觉到这个看房的人数明显的增加了很多 原因是因为现在的房子还没有出来多少 但是因为由于12月份的时候美联储已经说了这个降息的信号了 所以大家对于这个前景是比较乐观的 所以呢很多去年被压抑住的这种购房的这种demand的需求 然后在今年年初的时候一下子被释放了出来 可能大家觉得这个美联储一定会降息 所以现在买房上次的话价格还没有这么高 然后呢先买着之后可以再做refinance 房子一般是有一些去年没卖掉的房子 今年一开年重新上市呢 也就很快能够进入合同了 所以呢这里呢给自己打个广告哈 我自己呢不仅是做买房 也是做房屋代理的也是卖房的 我自己所卖的这个硅谷关区的房子呢 100%能够顺利卖住 而且呢是100%客户满意度的 而且我现在手头上有很多买家都是ready buyer 他们已经做了pre approval了 已经是ready to buy了 可是没有看到合适的房源 那如果因此呢您现在手头上是打算想考虑 比如说是现在卖掉或者是重新再买一个新房 或者说有各种原因正在想要考虑售出的话 要房子是在湾区硅谷的话 请欢迎联系我 如果你的房子不在湾区硅谷 在全美国的其他城市 也可以加我的微信 因为我在全国各大城市都有相熟的房地产经济同事 可以帮您做推荐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非常关心的全美国的这个房子的价格的这个变化 所以呢这张图呢是可以看到 从如果你90年买房子的话 大概率呢是10万块钱就可以买到美国的一个普通的独立屋了 而现在呢基本上是要超过40或者是在40万左右才能买到 但是呢这个是全美国的一个基本的数据哈 其实在湾区呢现在平均一套普通的独栋别墅的这个普通的这个独栋别墅 应该是在170万左右了 170万如果你想买一个独栋在湾区的话 要170万才能买到 所以硅谷这个房价呢是在美国来说是数一数二的贵的 相信今年的市场呢会比去年要活跃很多 那也希望所有的这个业主们抓紧至现在的机会 因为卖房的世界是很重要的 所以现在就加我的微信吧 如果大家觉得这一期的内容对大家有帮助的话呢 请在下方给我点个赞 而且别忘记了关注我的频道 如果大家是想要看加州或者是一些个别地区的数据的话呢 也欢迎告诉我 因为我之前发了一些比如说是很细的 细分区域像加州的东湾啊南湾啊 还有半岛啊 我发现看的人也有 但不是很多 所以如果大家还想继续看的话呢 也请告诉我 好吗 好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啦 我是Marie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